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將一個質量2公斤的物體 掛於彈簧的下端 然後已經平衡了 現在再將0.3公斤的物體再把它掛上去 結果彈簧再拉長0.02公尺 那問這個彈簧的彈力長處多少 好,讓我們曉得 你再多給它掛0.3公斤重的時候 它彈簧再生長0.02公斤 所以F的話就是0.3公斤 Z的話是9.8公斤 這是等於KX X是0.02公尺 所以彈力長處等於多少呢 0.3乘以9.8公斤 再除以0.02公斤 9.8公斤除以0.02公斤 是24的8公斤 298公斤 等於490公斤 0.3公斤 1.8公斤 1.8公斤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選D 1公斤 293公斤 2公斤 2公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